大家好,我是知悉Zi in the Rapper Artist 正值我国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 今天一起聊聊航天 自古以来,神秘的宇宙一直是国人的向往 遥远的天空承载了许多梦想 前有李白聚怀异性壮丝飞 遇上青天揽明月 后有唐拱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 从望天星探到实现载人航天 到天空空间站再到探索太空实验 我们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航天工程也是闭路蓝缕 今天就看一下人类在太空探索上的不懈努力 中国在航天科技上的自我崛起 我们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克服了哪些难题 天空空间站对于我们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 空间站前于上世纪60年代末 苏联在登月竞争中落败于美国 于是调整方向开始在空间站领域探索 李炮一号于1971年成功发射升空 目标就是不能输给美国的阿波罗 而为什么要搞空间站 是因为一方面它是科学理想的实验田 也是科技探索的制高点 另一方面探索行星拓展空间 它可能是未来人类的家园 当然不可否认 它也是美苏太空竞赛的竞赛单元 苏联的李炮一号是第一代空间站 是个一次只能对接一艘飞船的飞行器 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 在其后的十余年间 苏联共成功发射了七个空间站 技术也从李炮6号开始迭代为第二代长期驻流空间站 一次能对接两艘飞船 苏联的空间站搞得风生水起 美国又怎么能输给强敌 1973年美国用土星5号运载火箭 把体积达368立方米的天空实验室送入太空 属于初代的plus版 主要也是做给苏联看 尽管成功搭建 但与之配套的航天飞机都尚未出现 美国也就坚持了一年 次年就结束了载人任务 因为不仅想法太超前 关键还烧钱 在美国上新plus版草草收场 第二代的李炮6号也还没发射时 苏联就开始论证第三代和平空间站的方案 设想是模块化组装 这也是我们天空空间站采用的技术思路 其核心就是通过模块化 减小单次发射的载重需求 可以理解为每次发射就是运送零件 然后分批次在太空上组装 按电脑的思路就是组装机 方便硬件迭代升级 然后从1986年空间站主体发射升空 到2001年结束历史使命 和平空间站在轨道上运行了15年 三倍于其5年的设计寿命 进行了上万次科学实验 完成23项国际科学考察 并在太空工作时间工作效率 单人连续太空飞行等方面 创下多个记录 它也是目前唯一的第三代空间站 奠定了多舱模块化组装的技术发展路径 是里程碑式的空间站 到了下一代空间站 随着苏联解体 俄罗斯与美国决定共建第四代空间站 也就是从1998年运行至今的国际空间站 当然有这个构想一定程度上 是基于当时美苏拼科技弄出来的航天飞机 它采用航下结构使空间站结构更大 功能更复杂 它是目前最大最复杂 也是唯一的现役空间站 但由于结构过大 发射组件需要航天飞机 所以成本巨大 上世纪60年代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光研发费用就达60亿美元 国际空间站在过去20年间 也不出意外地花费尽2000亿美元 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昂贵的单体科研项目 所以第三代空间站对于我们来说 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 再说我们的航天计划 1992年9月 我国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时 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到太空出舱发射空间实验室 再到建造空间站 2003年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 神舟5号发射成功 杨立伟成为第一个 飞上太空的中国宇航员 2008年神舟7号飞行任务中 翟志刚成为第一位 太空出舱的中国宇航员 到2011年 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的第三步正式开始 从天工一号目标飞行器 到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到四艘飞船与空间实验室交汇对接试验 再到2020年 我们开始组建天工号空间站 自主建设低地轨道 常驻大型空间站的实验阶段已结束 如今空间站核心舱成功发射 意味着载人航天的第三步 也已经坚实的迈出 意味着我们在科技领域 已经也将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 而天工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 就像国际空间站上的那些重大实验 从基础物理到太空蔬菜 从发展当前科技到未来星际移民 它意味着当前和未来的可能性 正如航天之父 康斯坦丁齐尔科夫斯基所说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会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 空间站是我们探索太空的重要一步 具体来说 天工空间站是多么快载轨组装的空间实验平台 也是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支持航天员长期载轨生活和工作 定额成员三人设计寿命十年 基本构限有三个舱段 核心舱居中 实验舱一和实验舱二分别连接于两侧 呈梯字结构 核心舱用来控制整个空间站组合体 两个实验舱分别用于生物材料 微重力流体基础物理等各方面的科学实验 就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朱光辰比喻 如果神舟飞船是一辆轿车 那么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相当于是一室一厅的房子 空间站则像是三十两厅还带储藏间 本次发射的核心舱天和是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 是航天员生活的主要场所 也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大航天器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 今明两年我国将连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 包括三次空间站舱段发射 四次货运飞船以及四次载人飞船发射 并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 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 而放眼天空 目前的国际空间站主要由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欧洲等国家共同运营 预计于2024年退役 在那之后 我国的天宫或将成为太空中唯一的人类空间站 它也将诠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风范 因为2018年5月28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公司联合对外发布合作机会公告 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参与未来中国空间站的空间科学应用国际合作 即使当年国际空间站我们没能参与其中 但这次截止2019年6月 已有来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 就像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热烈兹尼亚科夫所说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航天大国邀请联合国所有国家开展航天合作 如此公开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 这的确是第一次 因为独占向来不是我们的风格 我们在前行的途中仍然热情好客 因为天宫空间站不仅是中国的 同时也是世界的 如今天河已聚九万里风棚正矢 风修柱 鹏舟吹去 三山去 天河也正如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的天时地利人和 天使者说的是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探索 受限于彼时国力起步啊 但是如今已经飞昔比 地利者说的是长久以来 我们在太空里一直没有稳定的根据地 如今国际空间站即将退役 天宫已建立根基 人和者是大国风度与太空合作 论计不论星 在各个领域我们一直以开放的态度 团结能够团结的大多数 而天时地利人和正如 黄尘清水三山下 更变千年如走马 短短半个世纪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 从礼炮一号到天空实验室 从国际空间站到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而中国对自我的超越 从芯片到航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我们的征途虽是星辰大海 但我们从来也不是孤军奋战 正值天河之际 中国已打好太空根基 举国齐心协力 只待万丈高楼平抵而起 deeper 到此어서 再次 journalists mend 请继续 优优独播剄 并 肠ou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